現在這波群聚哪裡來的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家庭裡頭的群聚 接下來還有元宵節 看燈會 你月底的時候228連假 都提醒大家我們做好自身的防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家市場的群聚案 現在狀況到底如何呢 在今天我們又看到了這個數字加7 表示這個傳染鏈 持續的還有在家族之間擴大 都是有接觸史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高雄沙石場的群聚案 在今天是新增12例 本土個案當中 其中的7例 就是跟高雄沙石場的群聚案有關 分別是有兩名台南診所的接觸者 就是這兩位案19655 還有案19626 他們接觸過誰呢 就是在2月8號的時候 接觸過沙石場員工的兒子 因為他們去了同一間診所 有接觸史 最後呢這兩位採檢也是陽性的 所以導致呢 這個擴大到27例的沙石場 群聚到今天擴大了34人了 所以在這邊也提醒大家 除了家庭群聚之外呢 外出你不論是去診所 你去到哪裡 只要與人有所接觸 你一定口罩要戴好 然後呢隨時要做好手部的清潔與消毒 那麼另外呢 我們來看 在他們家族成員中間呢 五名家族成員當中 我們先來看大媳婦案19644 逐科聚頂員工 另外呢他的大孫女二孫女通通都是確診的 還有呢再來看媳婦的先生這邊 好往回來看 媳婦的先生還有他的媽媽也都是確診的 媽媽也是住在新竹 那麼另外呢 在這體家庭的群聚當中呢 二姐的部分 二姐的家庭裡頭呢 三名小孩女兒 包括二姐呢 他們就讀的是國小國中 那麼也是因為確診的關係 所以呢 學校現在是停課14天 好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幸好目前的感染源都是確定的 現在的這個 包括這個基因定訊呢 都是已經確定的 所以提醒大家到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要戴口罩 而且要戴的是有效的口罩 那今天本魯個案有12例 那其中跟這個沙石場群聚有相關的 有7案 那在 這個 各位的左下角的部分 19655跟19656 這個是屬於臺南市的個案 那他們 這個是在2月8號的時候 曾經跟這個 19599在 診所裡面 診所診所 同診所同一個時段 有接觸 所以 就是做這個接受者採檢的陽性 好 在臺南的案例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足跡圖 目前我們看到是 案19380的個案關聯圖 那剛剛說到了在臺南的兩例呢 是因為他們就是到了診所去 然後跟確診者有所接觸嘛 那我們先來看呢 其中一位在安南區的是30多歲的女性 她的CT值是39.8 2月8號呢 到2月11號 她去過以下的地方 如果您跟她足跡時間有重疊的話 建議您如果也有出現感冒類似的症狀 一定要提早去做篩檢 她去過哪裡呢 小北百貨的台南安中店 還有安南區的百達麵包房 秀秀杯的生鮮超市文賢店 7-11的這個吉福門市 還有呢羊肌羊肉以及呢 最後啊到自己開車到醫院去採檢 目前為止呢 這一連串啊 匡列了22人 再來呢 另外一位同樣是來自台南 是安南區40多歲的一位男性 CT值38 同樣其他去過的地方呢 應該就是你知道 日常生活中你就是會去的地方 7-11啦 南市的漁會啦 安平 漁鋪啦 還有萬博 鹹州大牛牛肉湯 也是最後呢自己開車去醫院採檢了 目前匡列是25人 那麼他們以上呢 他們去過的這些地方呢 都已經完成了清潔與消毒了 也提醒大家 真的如果你有症狀的話 趕快 去不論是超商 買這個篩快篩自己篩 還是呢如果真的有狀況的話 趕快開車 或者是呢 做好防護然後到醫院去做事 篩檢 那再來呢有一個消息喔 台南昨天不是公佈了 19599 19600這兩位確診者嗎 2月11號居家隔離期間 明明是居家隔離 怎麼能夠還外出呢 他們到新營的太子宮去拜拜 針對這件事情呢 台南市政府表示 因為這兩個人呢 目前為止很明顯的 他們已經違反了 防疫規定 因此呢 這一趟出門拜拜 各開罰 20萬元 提醒大家 在防疫期間呢 居家隔離 就是不能外出 千萬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不要跟大家的安全過不去 更不要跟自己的荷包 過不去 兩個人各開罰喔 20萬 一共加起來 40萬 好再來呢 在新北的疫情啊 持續的延燒 那麼現在指揮中心呢 也提醒了 今天 剛說到了 新增的 12名確診者當中 其中新北有七名確診者 這個七位確診者當中呢 有三例是跟高雄沙石廠這個家庭群聚 是有關的 另外呢 三名是跟 加聯益的樹林廠移工有關 此外還有一名確診者 感染源 還有待釐清 那麼這一名呢 感染源不明的 設計師呢 他住的地點是在 新店區 但是呢 因為他工作的需求 所以其實 他是會移動的 包含了在台北 台中外縣市 所以感染源 持續的在進行疫調當中 這個新增的確診個案 是一個 設計師 那這個設計師 在過年期間 都待在高雄 那返回北部以後 也有到台中等地 那他回來 到在 2月 我們 12號 出現身體不適 經過PCR確認 是陽性個案 他的感染源 根據我們的 了解 他大部分在高雄 不過 還要等基因定序出來 再來確定 整個感染源 從何而來 那除了這個個案 當中 我們也框了 大概有6個 跟新北有接觸的6個 這6個 我們都已經居家隔離 現在在採檢 當中 這是我們今天新增的一個 確診個案 至於 三個陰轉羊 最主要的是 加聯益 電子廠 這個部分 那加聯益 電子廠 首先特別 跟大家報告 這三個陰轉羊都是 我們外籍移工 也都是住在宿舍的外籍移工 那最重要的 是在 2月12號 我們二採的時候 在採檢出來的 那這當中 中央已經把基因定序做出來 基因定序出來 非常的清楚 我們 加聯益電子廠 因為 整個基因的定序 跟桃園 桃基 西堤 以及桃園的雅系 都是相同的 所以 這兩個基因的定序跟桃園 有關係 所以非常的清楚 他的 哪一言 好這位會 因為工作移動的 設計師呢 他其實 算是足跡 比較多都是在大眾運輸的部分 除了說2月8號呢 他有到這個 田倉升仙超市 是在新莊區的新樹路 全家便利商店 在新莊的富安店 在明安路上 再來呢 基本上他就是搭捷運 但是呢 因為他搭捷運的範圍真的很廣 從新店到 東區啊 這個藍縣 中孝新生 板南縣到西門町 然後呢 還有在這個 松山新店縣 到中正紀念堂 淡水 信義縣 到台北車站 等等好 反正這一些區域呢 我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要追查的話 真的是追不完 只能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有 跟他足跡重疊 請你做好自我檢測 如果說出現了 發燒上呼吸道 不舒服 咳嗽等等 腹瀉 嗅味覺異常的話 趕緊戴好口罩 然後去進行 篩檢就醫 然後呢 不得搭乘 大眾運輸 提醒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有接觸史 然後你也出現了 不舒服的症狀 提醒大家 不得搭乘 搭乘大眾運輸 再來呢 如果說你被疫調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誠實 因為呢 這對你自己好 對大眾也好 否則呢 最後是 重罰30萬 高雄我們剛一直說到的 這個砂石廠的 這個司機 砂石車司機 他就是因為 疫調呢 說謊 他謊稱說過年的時候 都在家沒有出去 隱瞞了 他去外縣市的足跡 結果搞得很多人 最後都被匡列了 大年初一呢 他就已經不在家了 他在媽媽到台中去 拜訪親友 隔天呢 又去了苗栗 又去了竹南 一樣是去探親 還去了餐廳 吃飯聚餐 導致苗栗的親朋好友 一家五口都確診 砂石廠的傳播鏈 已經攻破了 中部的縣市 那麼司機呢 被疫調的時候 還說謊隱匿疫情 害得台中是最後一刻才知道 然後呢 那才慢了一步的情況下 在緊急匡列了 10人去採檢 高雄市衛生局也氣炸了 說要重罰 砂石車司機 30萬元 篩解棒深入鼻腔 轉轉轉 民眾表情好酸好酸 大社區的篩檢站 假日一早就有民眾急著採檢 區長直指確診者 隱密足跡惹的禍 因為確診者 有隱密他的足跡 害怕說 萬一擴散的話 說的就是確診的砂石車司機案19584 衛生局11號公佈足跡點才4個 隔天暴增多10個 誇張的不只這 他明明大年初一就開車在媽媽到台中拜訪親友 除了回苗栗竹男探親 初三家族聚餐 但疫調卻都說過年都在家 現在被發現扯謊 衛生局要重罰他30萬 四宿都是待在家裡 搭配整個的疫情的發展 那卻發現19584 其實在過年期間 那足跡有到別的地方去 砂石車司機一傳4家人 跟媽媽到中部探親 又把病毒傳給苗栗5名親友 台中最後一刻才知道 原來他也來過 12號緊急匡列10人採檢 但已經超過10多天 就怕病毒早就擴散 害砂石場傳播鏈繼續燒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